欲试能原谅别人 你就是菩萨 欲试不怒 是看穿红尘的一种表现 欲试就跳 是执着红尘的一种表现 念念不动 是无念的基础 镜子如如 是看破放下的基础 能够让你在无常的变化中 学会寂静 从无念到无声 就是一个去除烦恼的修心过程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执着就是只看眼前利益的凡夫 执着的人会把别人 对自身的评价看得很重 执着会让你傲慢自卑心赤胜 师父还说 观身不尽才不会造业 观受赤苦才不会懈怠 观心无常才不会烦恼 观法无我才不会执着 保持清静随缘的心态 才能无语自然心如水 随顺内心和外境感受 都是随顺因缘的精进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师兄们大家好 我腿有一个星期多就是痒 我以为我吃辣的太多造成的 就不怎么吃了 后来每天都痒 一发作就得挠出血 我也涂了药膏也不行 这块美好 那块又开始 我今天就意念和菩萨妈妈说 给我腿痒的部位许二十一张小房子 挺一会儿还痒 我又和菩萨妈妈说给四十九张小房子 今天先给三张 那些会尽快念 一直到晚上都不痒了 心灵法门真的太好了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把这么好的佛法带到人间 让我们离苦得乐 感恩大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的媳妇是嘉兴人 大学毕业以后在杭州 通过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一份有事业编制的好工作 后来因为思念家中父母 就辞掉了工作 回到了嘉兴 在嘉兴 媳妇自己开了一家幼儿园 开始做老师 2018年 媳妇顺利地生下了孩子 因考虑到孩子以后上学的问题 于是决定去考幼儿园 重新考编做幼儿教师 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有三百多位报名者 但是 录取的名额仅有六人 竞争相当激烈 弟子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能够让我的媳妇顺顺利利地 通过四次考试 经过笔试 面试 演讲 上课 最后 媳妇以总分高出一分的成绩 成功地考入 那天 在媳妇的分数没出来之前 我就梦到佛台上面 花瓶里的一束百合花 我知道一定是菩萨保佑了 媳妇肯定能考上 后来果不其然 接到亲家母打来电话 告知好消息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尊敬的师父 我才学佛一年 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师父 有这么好的法门 最近我失业半年了 全靠出租的房租过日子 最近房约要到期了 我先许愿了七张小房子 但租客还是坚持退租 我继续坚持念经 再许愿二十一张小房子 在退租前一天 租客突然打电话 给我表示继续续租 租金也比市场价格高很多 真的太神奇了 感恩师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神奇的解节咒 女儿大学进行八百米体育测试 学校系统问题 将成绩定为不合格 本该及格的 要重新测试 女儿找体育老师 老师不理她 女儿给我抱怨 我也没说什么 连这两天念诵三遍心经 四十九遍解节咒 也没放在心上 昨天女儿高兴地说 老师帮她将成绩改好了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人叫士成奇 他当年听说老子是一个圣人 哦 这个人是圣人啊 他并不远千里前来请教 他见到老子之后 他却非常的失望 他说 哎 先生 我观察你的样子 一点也不像个圣人啊 晚上回去之后 他反思自己不该以貌取人啊 于是第二天 他再去见老子 老子并没有因为昨天的话 而让他们吃闭门根 士成奇感到十分的意外 他说 先生 昨天我对你不恭敬 我心里十分的愧疚 老子却淡淡地开口 哦 我已经领悟了大道的实质 你说的这些会对我有什么影响的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有时候争辩 不适合别人过不去 反而是和自己过不去啊 我们人因为缺少底气 所以要通过他人的肯定 来找到自己的价值 这多惨啊 所以做人要有勇气 如果一昧地争强 好胜 即便当时你在别人面前 占了上风 对方也不会从心里 服你 反而会因为丢了面子 而对你心生怨恨 所以内心坚定的人 会自觉地远离无用的争辩 无需通过各种方式 来获得胜利感 所以人间盘根错觉的 错觉的复杂 不过是庸人自扰 所以很多人说 我单位很复杂 我单位人几人 我的单位嫉妒别人 想穿了 就是因为你的敏感 还有你的感觉而已 所以有些事情 心宽似海 内心自然平静 心明四月便可 一笑命恩仇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随缘的人 能够把阻碍变成增上缘 发愿的人 能够在困难中 越过障碍 我们学佛人 必须众善奉行 诸恶不作 我们学佛人 要学会赞叹众生的 佛缘成熟 学会解脱 自身烦恼的 善巧方便法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